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南沙的楼馆 就是我们星河的江堤春晓 也是我们的一个别墅盘 今天请到川哥和我们介绍 大家好 我是这边的自主任 我叫阿川德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去订阅我们的频道《湾区之业》 现在带大家到我们的销售中心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区位情况 和我们的外围的环境 今天由川哥主导我们 川哥在这边请 先和我们讲讲我们的区位情况 好 看看周边是怎么样 其实我相信对于香港或者澳门的居民来说 我们大陆这边 特别是与港湖大湾区的政策的落地和推进 应该都有所移民 相比起深圳的前海和珠海的横琴来说 我们蓝沙起步虽然省未迟了一点 但是国家的一些政策和资金 可能会多过这两个特区 因为它先前两个特区已经发展了 是 其实我们这个政策也是广东里面的第三个政策 没错 同时它也是广东省省户城市 广州市唯一的出海口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要看南沙这边的政策区 它是深圳的前海和珠海横琴 两个折磨区之后还要大 更大的体量 意味着在未来会有更加强的人口 和产业的承载能力 其实在法治的地方 我总是觉得一个人口和产业都重要 如果不是的话 有楼没有人住都没有人 没错 那么麻烦你来说 南沙这边 因为它是三个折磨区最大的 所以政府是将它划分为七个版法去进行发展 比如说南沙湾 超门金州 还有这七个版法里面 目前来说政府投入力度最大 培套兑现速度最快 城市区画格局最高 就是我们项目所处的明珠湾起步区的版法 明珠湾起步区的发展主体 主要是在陵山岛 和我们项目所处的国际金融岛 叫横力岛 就是陵山岛 陵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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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山岛岛 陵山岛岛这边 其实它算是明珠湾起步区的1.0版本 亦可以看作为实现版本 它是2014年开始做一级土地开发 发展到现在 基本上 它的城市界面 城市面貌 已经是国内一线城市 但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横力岛才是明珠湾的中级版本 是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陵山岛 我们现在看整个城市界面很好 但基本上没有政府投入的机构和配套 但我们横力岛这边不同 你可以看看 首先第一个生活配套上 目前全球运营时速最快的地铁线路 广州地铁18号线 它的站点就似在我们横力这边 现在有的了吗 有的了 随时用的了 现在看它使用的了 我们可以通过项目 大概是走400米左右 这么近 400米左右 就是在我们项目走400米 去到横力的地铁站 是的 这个是很高速的那个 是的 27分钟可以回到我们广州的珠江新城 现在卖着30多万一方的一个板块 18号线 好像18号线和22号线都很高速的 18号线和22号线 而且两条线可以交换成的 没错 160速就是这两条线 没错 就是这两条线 目前全球最快的地铁 厉害了 反正就是用地铁的价钱 从高铁的速度 是的 就是两条线 而且它连接的两个板块的 楼价的价差 是未来 南沙这边 就是我们广州的一个增值的部分 你想想 27分钟的地铁线路 去到珠江新城 你出了站 抬头一望 你看到所有民意 基本上都是十几二十万一个方以上 你去回我们横力岛这边的话 目前处于开发状态 所以它的楼价 目前都是三到四万元左右 三到四万元是住宅 住宅 现在我们的 商税产品 我们是商税 是我们是商税产品 商税多少钱都是 商税我们现在一套的总价 是750万到1000万 750万到1000万 套套有花圆 部分单位的话有地下室 有天有地有花圆 这个呢 稍后我们再去我们的药坊 看看 现在先和我们看一看 区位和沙埔那边描述一下 好啊 刚刚说完交通方面 是的 现在你说到交通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客户在香港过来 是如何交通 是最快出去的 因为我也知道还有船 有水路 有水路和高铁 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 西九龙坐高铁去到 南沙的庆盛站 再由庆盛过来的话 车程是十几二十分钟左右 庆盛直接是和地铁是一个商链的 没错 它是地铁和高铁商链的 如果是水路的话 就去我们的南沙湾 等一下 你现在说到轨道交通 西九过来庆盛要多久 半个小时 西九过来庆盛也是半个小时 很快的 西九过来庆盛也是很快的 看班次 有些常规的班次 可能是五十五十三分钟左右 是的 没错 那在庆盛过来庆盛呢 庆盛过来十年二十分钟的车程 这么快 可以做到 其实都是一小时多一点 是的 一个小时多一点 OK 还有另一个 坐船的话 就去我们的南沙湾板 这边有个游泳武港 那边的话是南沙的客运港 那坐我们珠江飞航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是由中港城 去我们南沙的客运港 那客运港再过来这里呢 客运港再过来这里 都是二十分钟左右 因为现在南沙所有的市政道路 全部都在做高速化的改建 目前来说可能二十多分钟 以后这些全部高速化之后 十几分钟我相信没有问题 OK 刚刚也说回地贴的交通 还有一个医院 这些都是生活配套 这个很关键的 是的 因为我们横力这边 是定位为全中国首国 国际金融岛 所以未来面临的 这些无论是住户也好 办公的一些客群也好 他们需要这些高端专业的医疗配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就是华南地区最好的公立医院 它的分远区设在我们南沙横陵这边 距离我们的项目大概是两公里左右 对 没错 中山附属那里可能有点 嗯 是 收获配套港元 其实华南国际金融岛 最主要是 它和凌山岛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就是政府投入的野多 你可以看看我们项目所处的 这个岛中和岛尖 这边 首先第一个 目前 中国 唯一一个确立了永久匯子的城市 就是南沙这边 IFF 它都是世界三大金融论坛指一 明年就会开会 就是那些大哥过来这里吹嘴的 是 都是一些大哥 全球范围内 金融界的一些负责人 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 都会来这边开会 还有 比如说 广州期货交易所 粤港澳保险中心 粤港澳国债商业银行 金融国难言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政府主导的一些金融机构 所以是 买华力岛这边 你不会担心它未来这个版法 发展不起身 因为全部都是政府扔钱去 是 政府的东西不会坏了 不会坏了 就是私人的东西 还有资金活转 没错 没错 所以 由这两个岛 你可以看出 环力国际金融岛 它的一个未来增值的潜力 和它的城市规划架部 是比较高的 我们在沙本再说说 好啊 好啊 在卖的产品是哪个位置 嗯 我们现在卖的产品 就是由5到10栋 一共是6个单元的商税产品 总共是29套 其实强哥 你知不知道 目前整个横力岛 住宅的产品有12000多套 但是我们现在卖的商税产品 整个横力岛只有29套 哦 商税是什么意思 商税 简称就是商业别墅 哦 它是具有别墅的居住性质 但是呢 它也是商业性质的 你可以注册公司 可以做自己的私人会所 可以工可以私 嗯 没错了 就是你两个爬到山野灯 没错了 就跟你爬差不多了 明白 那我们项目这个29套呢 为什么说它稀缺 因为做得这些商税产品的 第一个要求就是 是要离这个小区的地块 容积率一定是要低 密度不是要低 密度地块 但是卖国际金融洞这边 全部寸土寸金 每个楼盘 基本上都是4.0 甚至乎有些高的去到6.0 但是我们楼盘呢 2.5的低容积率 哦 差很远 那肯定是人家全部都高层 是啊 哦 住多少人呢 现在全部这些商税 差很远 而且我们这个地块 除了密度低之外 一线临缸 对面就是一条 大概350米闊的 一条缸面 直至面缸的 我想问 以后一片 会不会又有些什么发展呢 如果它说有起楼 就会挡毁光景 这个就绝对不会了 因为在政府的夸划当中 我们这个地块 就已经是 头牌临缸的地块了 那头牌临缸的地块 去到这边的话 全部都是一个沿岛 7.8公里的一条 风光带来的 圆缸公园 哦 这个就是圆缸公园 即是以后也是公园 以后也是公园 以后也是公园 这个环境很漂亮 而且这个公园有板 就是在已经建设好的凌山岛 它所有的圆缸都是一个公园 哦 到时我都可以去看看 好啊 好啊 因为始终来说 光景和视角感 差很远 是啊 没错 那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这些项目的双数产品 好的 好啊 那我们现在营销中心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10栋的这个单元 10栋的话 是我们这6个单元29套中 它是综合素质最高的 因为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它是临街 面光 有天有地有花园 还有戴上地下室 它就是综合素质最高的一个产品 有些人就说 临街的话 可能对珠就不是那么友善 但是呢 瘤霜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对 因为人流量车流量大 你这个产品的招事免好 那10栋这边的话 就是最贵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小区这边 6到9栋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些四连爬的单位 它们没有地下室 但是呢 它们的花园会特别大 最小的都要去到70个方 最大的花园可以做到200个方 是花园那些价格不算这个面色 不算的 不算的 即是可以给它使用 算是增送的 嗯 所以这些产品性价比高 你现在说性价比高 其实现在是做到700多万吧 总价是750万 去到1000万 哦 即是不等 是的 你可以用350方至450方的实用面值 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可能使用面值的单价才2万元出头 哦 即是比住宅更便宜 是的 所以这些产品多人看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阳板间 好啊 这边 先说到这里 这里是什么呢 这是小区配件的柚园 公立柚园 嗯 其实它本身来说 在柚园里面也有配置了一些教育系统 是啊 是啊 里面也挺漂亮的 这个花园 带我们来到这个商隧这里看 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花园 这个花园是送的 送的这个花园 而且这个花园50个方道 算是我们最小的一个花园 是的 哦 这边请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单位 它的入正的面积是83方左右 83方 83方 但是这个环节面是很阔的 这个一楼有差不多六七个方 而且它是纯框架结构 没有任何的柱和梁 所以你想怎样布置都没有问题 哦 即是它交付的时候也是毛坯的 交付的时候是毛坯的 哦 我也有装修 那么帅人 那没有帅人啊 是的 我们看看这里 这里有个公用卫生间 是的 那这些产品呢 因为现在样板间的示范单位 这边是主要以居家风为主 如果你想经商的话 可以随意改动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纯框架结构 它也是留到一个电梯间的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 我们先上还是先下 先下 可以 这边就是这套单位的地下室 这个是负二 负二层 因为它地下室的话有五米的层高 所以你做两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即是现在是地下室的中空来的 没错 交付的时候全部都是一个空间整体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这道门出了去 就是我们小区的停车场 地下车库 所以这套单位是可以车库入户的 是 都是配上车库的 需要自行购买 因为这些车库是大产权 即是需要自行购买 但是可以买到家 一定是被这套单位的业主 可以买到家门口 如果有业主有需求的话 可以将它通铺过去 那就用这边的面积 因为它够高 其实通铺过去也不会压抑 看它是怎样用 我觉得如果它够住的话 我就觉得不要推到尽 中空会比较大气 是的 起码在那边坐在那边 看上来的感觉都不同 是的 没错 在这里弄一张麻将桌够够用 所以我都说够用 就不需要每次都搞到九万多间房 没错 你干什么呢 你拿来出租吗 哈哈哈 我的见解就是这样 是的 其实是的 买到这些产品的客户 家庭结构 我觉得不会有很多人 偏享受为主 是 我们走一走楼梯 好 它的梯级 其实它布置的高度也挺合理 嗯 没错 这个大概18公分左右 走得不会累 我们就上到二楼 那二楼呢 示范单位就做了三间房 哦 看需求 你是做两间房 甚至乎做一间大套房 都没问题 哦 到时家库的时候 都有墙的 家库没有这些墙的 没有啊 完全是中空的 哦 它就像一个 一张八尺 任由你去设计 地面是有的 地面有 但是墙是没有的 是的 明白了 出到这边 会有一个露台 露台呢 基本上长 差不多了 是的 但似乎有窄了一点 这样 再幅一点 差不多 是的 其实这个露台 对于双碎产品来说 很多双碎 它不允许做露台 我们可以布建做露台 这个都有优势之一 然后对面可以看出去 就是美来的一个 榆江的公园 是的 还有对面就是 凌山岛的一些 总部写字楼 集困 所以我们的 这套单位 的景 都会非常之好 不是 现在真的 时代变了 以前一个岛 有一个荒岛 现在呢 值钱了 是的 对面凌山岛 就 我来 对面凌山岛 很多是由2014年开发的 你看看开发到现在 千几年 都已经成型了 棒棒的声音 嗯 好 这里 还有一间房 这间房也是可以 对着我们的露台的 是的 没错 光线也比较好 真的 通风采光都比较昔异 是的 还有观景也挺漂亮 是的 好 有一间 这里有一间客房 这间也不小 不小 这间房子不小 是很轻轻的 然后再到我们三楼 让我家的设计 就是做了一个大主套 哦 整个层都是做它的主人房 那是 因为过日要付钱 是的 当然要自己最漂亮 没错 当然要把最好的楼给自己 整个层都是主套 而且它的景观是最漂亮的 因为比较高 看这边城市景观 江景 公园景观 以及自己的花园 四景合一 好 这里有个衣帽间 带有个主套的化妆间 这间房子 真的可以 那里面是最多的 你说这套入证是多少 这套单位的话 现在我们看着这套单位 入证是133方 133 哦 还没打到14多 没打到14多 但实际使用的面积 可以去到370多方 370多 133可以到370多 差不多3半 是 是 大概多少钱 这套单位 这套单位的话 如果是10栋的话 大概1000万左右 因为它是数得最漂亮的 如果同样想要这样的格局 但是又觉得 想要性价比高一点的 想着买来自己住的 可以减回我们的6栋和7栋 基本上是750万到760万 即是从750万到1000 嗯 没错 你刚才说天台可以用在哪里 天台的话 其实每间都可以用的 那它是怎样用呢 譬如在我们这个顶楼的楼板 你做一个楼梯的洞出来 哦 需要自己去做的 需要自行做改造的 因为现在大陆这边的政府 它提倡做光伏发电 嗯 智能嘛 环保嘛 行不行的 没问题的 我们已经资讯了所有政府部门 因为呢 光伏那些东西呢 若干年前 吹得很行的 那到现在呢 我就不知道怎样了 哦 我们资讯过是没问题的 是的 所以给你打一个2米6的板 那我们看完这个 阳板间呢 那我们也在这里做一个 小小的总结 嗯 那请川普和我们讲一讲 我们这个楼梯 那个优越性在哪里 它的优点在哪里 嗯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楼梯所处的板块 一定是南沙未来潜力最高的一个 可以说是湾区CBD 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它所有的配套机构都是最高的 嗯 第二个聚焦我们楼梯的这个所在位置 一线临江有景 跟着 而且我们低密度的一个社区 这个我觉得是 嗯嗯 最关键就是这个 是啊 低密度对于你居住舒适度会太高很多 环境又很漂亮了 嗯 密度又不高了 嗯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如果香港人在这里买 有没有什么限制 因为这个是商 商业 是商业产品来的 没问题的 跟大陆居民是同样的购买条件 哦 即是都可以买的 是没错 那在房贷方面呢 按揭方面的话 其实现在有部分银行 都是可以接受我们香港居民的流水 不是收入证明 都没问题 就是看香港流水 是看香港流水 是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以前的政策 地下要看我们的 是 跟着也要找个 所谓的亲戚朋友 是啊 挂靠 现在又不存在了 不存在 很自由的性质 也都放风了条件 嗯 因为今年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大融合的一年 所以很多的政策 都是释放了出来 OK 我们香港朋友 大家也听到了 对于我们的一个 购房政策 其实是放风了 尤其是我们是这个 南沙 中央也是重点的打造 所以它给我们的条件 是非常之好的 对不对 没错 再加上我们的交通轨道 就很英俊 西九坐高铁去到慶城 再转一个18号线 时速86的 我给地铁飞这样的价钱 就可以过到这里 虽然在香港西九龙 过到这里 大概都是一个小时 转一点 过半小时不用 一个小时 15分钟 什么都到了 一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另外一个 我们的发展前历 还有一个升值空间很大 对 大家听到之后 如果喜欢的 或者需要咨询的 记得联合我们 我们是湾区之业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什么我们见面 和地道的现场 我们再详细和大家去分享 OK 这期节目已经差不多 辛苦了 川哥 辛苦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